发挥爱心帮助弱势 请一科大学生日前举办二手物衣卖活动 并将拍卖所得捐赠给玛丽亚基金会 帮助曼菲天使原单车环导梦 总共有150位同学响应 现场除了贩卖二手衣物外 还准备了小点心 同学也趁势搭上万圣节的风潮搞鬼装怪 让活动增添趣味性 同学 买饼干瘦 同学装扮成鬼怪 玛丽的都售物品 请一科大的学生举办二手物衣卖 欢乐过节 也要展现年轻人的爱心 老师发起一个爱心 我们就卖一些二手用品跟饼干 然后买饼干送娃娃 把为我们一些年轻人做一些小小的力量 我们这组织都是杀人魔 就是想要恐怖一点 我们就是每年每年装扮不一样 建立学生环保再生的概念 将家中的二手物品拿出来拍卖 让旧爱也能找到新欢 而活动同时也结合社会公益 将拍卖所得全数捐给玛丽亚基金会 帮助曼菲天使原单策环导梦想 你把家里面状况 你可能用不到但是状况好的东西 然后再让它回到这个市面上面来 其实本身是一个永续的概念 就是说你也是就是不要浪费 当你在买东西的时候你要三思 那再来就是说你可能对于你来讲 你可能觉得是不想珍惜 或者是觉得是垃圾的东西 对别人来讲可能是可以有再利用价值 或甚至人家可以把它当保 如果像今天那个轻易的老师 帮忙我们募款的话 那相信在对于我们明年环导的时候 可能在一些过程 比如说吃的可能会比较好一点 或者是在住的地方 可能也会让我们的青年会比较舒服一点 同时活动也搭上节庆氛围 学生们各个精心打扮 要来搞鬼妆怪 最后甚至有猛鬼游行 也让这场衣麦增添不少趣味性 记者程朝安台中采访报导